历经四十年的传统市场老旧 同时还有耐震不足的疑虑 新竹县琼香争取到了一亿三千多万 要盖全新的传统工友市场 地下一层地上两层 可以容纳六十多个店铺 也要推动创意产业观光 预计在明年七月可以完工 客家武士方口大开开开开作响 为琼琼香传统工友市场动土典礼开场 由于旧市场空间不足 更急需耐震补强 中央地方共补助一亿三千九百一十五万 另外披设新市场 让民众更舒适安全的购物 所以申请不到 第一时间我说完蛋了 我一上任就没有传统市场 后来因为我们的洋舰长 因为有个市场用地 我们马上就去找我们的洋舰长 洋舰长第一时间也说没问题 然后就补助我们土地的部分 先补助我们一千万 旧市场从七十年营运至今超过四十年 由于租约到起 选在文德路快速道路旁 也是穷林新浦居民的交通药道 方便民众采买 共计地下一层 地上两层 一二楼占定为零售市场区 地下一楼则是市场摊商 货物装卸作业空间 未来希望能调整 不止半天营业 而是全天都可以经营 搭配市场学概念 来推动创意产业发展与观光 引进这个比较新的这个市场学的概念 在结合风土民情之上呢 它会引进一些比较新的 尤其是它鼓励年轻人进来 这边做这个小店的方式 那我记得呢 其实穷林乡公所在乡长的带队之下 也有到这个东门市场去做过一次的考察 那也希望说未来呢 在这个市场学 还有就是文创 然后甚至是地方创生的基础之上呢 我们的穷林市场呢 能够创造出自己的这个风格 然后让人家耳目一新 新市场约1100平 预计明年7月完工 一楼店铺约30个 二楼37个 有20多个停车位 保留户外绿地 附近还有清水散布空间 营造环境美观 让民众生活采买更便利惬意